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,最难处的关系莫过于婆媳关系了。 婆婆和儿媳之间,好像天然就有着很多的矛盾,让人头疼,也常常让婚姻变得很艰难。 婆媳关系处不好,女人的婚姻都很难幸福,甚至有很多夫妻,就是因为婆媳之间的矛盾,而走到离婚的境地。 每个女人,在步入婚姻的殿堂之后,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那令人头疼的婆媳关系。 其实,很多婆媳矛盾,都是围绕着儿媳应不应该给婆婆养老所发生的。 在很多婆婆看来,自己是老人,又是婆婆,不论做什么,儿媳都给她养老的义务。 可对儿媳来说,婆婆的折腾和刁难,是永远也放不下的曾经,凭什么被如此苛待的自己,在婆婆晚年的时候,必须要给她养老。 那么,身为儿媳,有为婆婆养老的义务吗? 我想,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。 我采访了很多女人,她们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。 这三个女人的回答,值得深思。 贺女士,三十三岁,结婚八年。 她说,我是绝对不可能给我婆婆养老的,为婆婆养老不是我的义务。 但是,我老公要给她养老,我也是不反对的。 贺女士婚后和婆婆处得非常不好,因为婆婆的无理取闹和挑拨离间,连带她和丈夫的关系都开始紧张起来。 身为儿媳,贺女士总不能凡事都要和婆婆计较吧,在她看来。 为婆婆养老是出于孝心,就算不这么做也没有太大的关系。 不是所有女人都有一段很好的婆媳关系,女人一辈子低声下气,去讨好一个对自己态度不好的人,也会累的。 贺女士认为,夫妻过好,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,为婆婆养老不是义务。 她说,她不会给婆婆养老,那是她老公的义务,她不反对,也不支持。 苏小姐,二十八岁,结婚两年,她说,婆婆不是亲妈,让我像对待我父母一样,去给她养老,我是做不到的。 但是应该我做的,我绝不会逃避。 苏小姐说,她觉得还是应该赡养婆婆,但绝对不可能像对待亲生父母那样去照顾。 面对一个善解人意好相处的婆婆,她认为养老是完全可以的,但要是遇上了刁钻的婆婆,苏小姐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去委屈自己。 为婆婆养老毕竟不是小事,还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苏小姐告诉我,她和婆婆只是因为生活习惯而产生了很多的矛盾,以后她也会给婆婆养老,但肯定不会做到失事周全的照顾,尽到应尽的责任,就是她能够做的所有了。 她女士,三十岁,结婚一年,她说,身为儿媳,给婆婆养老是孝心而不是义务。 她对我好,我当然给她养老,但如果她对我不好,那我凭什么给她养老? 她女士的回答令我印象深刻,她告诉我,法律没有规定说儿媳有为婆婆养老的义务,出于孝顺,儿媳赡养婆婆天经地义,但人都不应该被道德束缚。 在潘女士看来,身为儿媳,替婆婆养老是孝顺,但绝非义务。 婆婆虽然也是亲人,却毕竟不是生养自己的人,儿媳也没有责任一定要去为婆婆养老,愿意养,是善良孝顺,不愿意也没有错的。 潘女士的回答最是重肯,女人不为婆婆养老,听起来会让人觉得狠心,但其实想想, 这并没有错,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,儿媳不是为了养婆婆而存在的。 其实,这个问题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答案,还是那句话,为婆婆养老是情分,不养老是本分。 女人只需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。 一、面对善解人意的婆婆,女人应该选择赡养,结婚以后,女人最怕的,不就是遇上一个刁蛮的婆婆吗? 面对一个处处给自己使绊子的婆婆,女人肯定不愿意赡养的,毕竟谁都不找麻烦。 可如果婆婆善解人意,对儿媳也多多包容,那儿媳自然应该为婆婆养老的,毕竟任何事情都是相互的,你对我真心相待,我才愿意以礼待你。 人到老年都是很孤独的,儿媳能够多给婆婆一点关爱,家庭就会更幸福的。 二、为婆婆养老不是义务,女人不必因为道德而束缚自己。 很多人,往往被旧时的观念所束缚,认为女人就应该赡养婆婆,一个好儿媳必须要对自己的婆婆好。 其实,有着这种想法的人,多半都保留着旧观念,法律明确规定了,赡养婆婆不是儿媳的义务。 婆婆毕竟不是亲生父母,对女人也没有养育之恩,女人可以照顾婆婆,但没有必要必须像对待父母那样去对待婆婆,这种做法是没有问题的。 夫妻应该过好自己的生活,女人选择了这个男人,和她结婚,是因为爱她,嫁过去照顾她的父母,也只是因为爱所以包容。 但婚姻里,女人毕竟只是嫁给了男人而已,不是过去做保姆的,女人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,自然就知道是否有义务赡养婆婆了。 三、有能力就养,没能力就拒绝。 如果夫妻二人能够在满足自己生活之余还能有富足的钱,那女人当然可以赡养婆婆,毕竟婆婆也算是自己的家人,照顾家人无可厚非。 但前提是,女人能把婚姻经营好,婚姻好了,家庭和谐了,才能能力和精力去给婆婆养老。 面对婚姻都捉襟见肘,那自然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,毕竟照顾不好婆婆,可能连带婚姻都不幸。 所以,自己过得好的话,女人自然就可以为婆婆养老。 其实,女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没必要为了照顾婆婆去委屈自己。 婚姻是爱情的结晶,女人嫁给男人是出于爱,不是为了去做全职保姆的。 爱一个人,会去包容她的全部,但也没必要让自己卑微求全。 女人没必要委屈自己,更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很卑微,你也有自己的父母需要照顾,虽说不能把全部心思放在赡养婆婆上,但如果丈夫要给婆婆养老的话,也不应该去反对。 毕竟,将心比心,那是丈夫的母亲,给她养老是她的义务。 想必,看到这里,女人都明白了是否应该为婆婆养老吧? 做儿媳很难,但女人一定不可以把自己低到尘埃,先而为人,而后才是儿媳。